iPhone XS Max對決 Note 9 比拼酒店搶雞黃寶座 iPhone XS系列即將在 9 月 21 正式上市 蘋果搶先取得實際拿來跟安卓雞黃 Note 9 進行對決 先來看一下規格 用安兔兔跑分 iPhone XS Max 打勝 測試 App 開啟速度 iPhone XS Max 更快 而且網路讀取也勝出 遊戲效能也更佳 iPhone XS Max 多了瀏海 四邊窄邊框讓機身比較短 螢幕大了 Note 9 頂點一吋 拿來比較 HDR 影片 iPhone 動態範圍表現更好 地光更清晰明亮 不過解析度比較低 細節看起來還是 Note 9 好 兩台都具有刷臉解鎖功能 Note 9 得再壓一下電源鍵或是按兩下虛擬 Home 鍵 而 iPhone XS Max 的 Face ID 3D 臉部辨識除了可以解鎖 在支付功能安全性還是比較高 實際秤一下果然 iPhone XS Max 比較胖 兩台大螢幕都支援單手操控 但還是有點小卡卡 不過握感上還是輕薄邊框的 Note 9 體驗感比較好些 無論是三星有的擴增實境貼圖 或是 iPhone 的 Animoji 都可以製作個人動態貼圖以及虛擬人偶 不過 iPhone XS Max 的前鏡頭在臉部動作截取上還是比較好 連吐舌頭都很生動 兩隻機皇都可用景深模式拍照 3 2 1 iPhone XS Max 對焦成像更快 兩台都可調整景深 但對比景深的曝光細節和邊緣虛化的自然度上 還是 iPhone XS Max 比較好 在大逆光下設定好 HDR 保持開啟 都使用自動模式拍照 3 2 1 新增智慧 HDR 的 iPhone XS Max 真的稱得上是逆光也清晰啊 高低光寬容度略勝一籌 除了都可 4K 錄影以外 Note 9 多了超級慢動作 還有陷阱快門可自動捕捉 實際拍個影片來看看 只能說這個是用分題嗎 最殘酷的還是價格 兩隻機皇一比較以最高規格來看 相差了14000元 而且 Note 9 還多了只可遠端遙控的 S Pen 手寫筆 綜合比較一下 Note 9 獲得 4 票 iPhone XS Max 拿下 5 票 小贏一點囉 副刊凍新聞 開了Key 報導